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里面装的是心仪花 希望你随身带着 还总能想到我 二爷 你 你该出发了 等我回来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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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了 这些人都是死有余辜 对待恶人 绝对不能心软 你这是这个恶人 你被他们都要恶 你这个魔鬼 二爷 阿成 在 先把他送回府 是 我已经找到了能证明自己的证据 而且 二爷也可以替我作证 我现在就要去找老夫人 你敢 我奉劝你最好别动 跟了二爷那么久 我早就不是任你容捏的丫鬟了 不过我要是你 此刻一定赶紧逃命 在府里这么久 方家会如何对待欺骗自己的人 你比我更清楚 我 秦儿爷自重 我现在已经是你 明正言顺的未来值七分 我 我 全独军府上上下下都知道你是我的人 既然你从了我 你们这个婚约 自然就结束了 他明明知道自己的身份 还要勾搭独军 现在全府上下 谁不知道他爬上你二叔的床 这样的一个女人 你还要把他当成宝吗 你闭嘴 当日若不是你冒名顶替 我怎么会阴差阳错成了二爷的丫鬟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胡说八道 老夫人 你也是亲眼所见吧 他日日夜夜睡在二爷房里 三番五次的 当着众人的面勾勾搭搭搭 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我们方家 还真是大户人家 一个女人 叔侄俩真的强人 我进方家 就是为了替董家报仇 董家面门那一天 我亲眼见到你二叔带人闯进董家 我怀疑他就是血洗了我董家的丑人 若是能拿到他的那枚印章 事情就好办了 印章 虽说他都军的位置 是尚敏直接认命的 但是二叔的军队 都是祖父的老部下 只要有那枚印章 就可以调动二叔的军队 他的痛苦 我没有一刻忘记过 待在你身边的每一天 我都想要杀了你 你真的以为 那小子不会伤害你是吗 他跟你不一样 我相信他 我也喜欢他 这不仅仅是父母之秘没说之言 从很早以前开始我就喜欢方家少爷了 这算是死 我也要名正言顺地嫁给他成为方家少奶奶 我不过是说两句 能有你不要脸吗 明知道自己是侄子的未婚妻 却还要爬上叔叔的床 是啊 你之前费尽了功夫 身子都贴上去了 他有看你一眼吗 董青瑶 天忆 你放开 我才是你的未婚妻 你就眼睁睁看着他这样羞辱我 够了 今日我方家宴客 我不想跟客人计较 你若敢再伤他一次 我就杀了你 你侄子着急想举办婚礼 都快想疯了 老夫人的意思是呢 长幼有序 让咱们先把婚礼办了 他昨天已经找过我娘了 我最近很烦 没兴趣和你纠缠 我知道你在烦什么 不过我要提醒你 你好歹也是堂堂的都君 可千万不要觊觎自己的侄媳妇 方家已经是一具空壳了 若是你连这个职位都丢了 那方家 可就真的完了 我尽全力护你 你却一点都不在乎 既然如此 我就让你对我更厌恶一点 你干吗 放开我 你不能这样 你放开我 我是你亲居子的未婚妻 放开我 你不是要看我的印章吗 快 尖闭 保住东军 夫人快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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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世间 曲中人 长离散 远飞的烟 也不再会寒 看 寥寥炊烟 看宇宙长晚 看不完 人间的聚散 时光流传 口味不变 不过相谈一遍 看缘纠缠 也尽管情缘余生 说一切誓言 风起云散落 一声轻弹 命运无常 世界是缘 天地遥不便 逃去灾难 揉我的幻眼 爱惜不过红一双泪眼 爱恨难眠 此生不佳 爱恨难眠 此生不佳 谁能如梁 好在烧退了 她本身闯进世间的温暖 我去给你拿药 天遥 是我名正言顺的未婚妻 我不允许你这么羞辱她 那你要看看你有没有资格说这话 我没有资格 难道你有吗 她伤得很重 别碰我 你居然敢当着我的面骂她 我警告过你 你又让她受到半点伤害 别看你是我侄子 我不会给你留任何纪念 天遥是我的未婚妻 我自会守护 就不劳二叔多费心的 不管祖母怎么说 我与天遥下月都会举行婚礼 二叔你好自为之 你昨晚照顾了她一整夜 她昨晚很危险 我不得不这么做 你忘记她对你做过什么吗 就因为她救了你 之前对你做的所有的事情 你都可以当做没有发生 天遥 你不会是对二叔 不是 我不可能 我知道她是我的仇人 可是 她却舍命救我 我只是觉得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我只是想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陈医生说 只要你醒了 就给你趁热喝下去 我不喝 这样 你把药喝了 我就给你一个奖励如何 二爷这样一个大男人 该不会不如一个三岁小孩吧 好 这是什么呀 连这都不知道 因子梅子 我一早让阿诚开车去买的 我们下来 我们下来